李彩华十月性感開訴 已經十幾年沒有在香港電視上獻唱的李彩华 前晚就獲邀在流行經典50年演唱他的首本名曲 你不愛我啦 大家還記不記得這首金曲呢? 阿Wing說他將於十月在麥花省場館舉行演唱會 暫定一場或者兩場 到時他還會以漁網和黑絲上陣 更明顯性感程度和舞雀都沒什麼分別 蕭妍是為藝術犧牲我 那到時觀眾到底聽歌好? 還是看身材好呢? 粗曲和登台 所以現在唱功都可以 所以呢 十月底就會開演唱會了 不出香港嗎? 對… 有些人在哪裡 麥花省… 多少場 先暫定一場 是賣票還是派票 甚麼 猜猜 猜猜猜猜猜猜 說這些吧 不是 因為有很多廣告商 有… 有…廣告商他們也有發揮 所以現在已經在物謀第二場 其實多少個位置 千三而已 對 千三 不知道到時會否穿黑絲 上次那隊 會啊 我的印象會在這裡 會幫我安排黑絲 漁網、黑絲 那些之類的東西 好像和不穿都沒什麼分別 是不是還寫真程度 是不是寫真程度 是的 開會那天他是這樣說的 寫真程度 是的 真的 他說又不知為何穿魚褲 除了等於什麼都沒有 那些 好像很激烈 但是當然要去到 再配合的時候 才知道究竟是 有什麼情況 對